今晚是有冷静的废典 点给一位叫刘向阳的男士的 那刘先生 这是送给你的故事 乌云御脚月 过了没多久 弹角重新出现在车窗外 手里拿着两个冰淇淋 我摇下车窗 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提拉米苏味的 我有点头疼 我说 你能把两个都吃完吗 弹角发出一声哀号 说 你要肥死我吗 我只得接过 慢慢地吃 周围的一切都是安静的 有微风轻轻吹着 不知不觉 我们隔得有点近 他趴在我手边 脸里我只有几寸 夕阳的余晖 落在他的脸上 唇上还沾了一抹未化的奶油 嘴唇和眼睛 同样湿漉漉的 我没说话 他也没说话 像是什么也没有察觉到 只是那清澈的眼中 也有什么在无声闪过 一闪就走 这时光 这时分 便如同夏日傍晚的层层微光 是温暖的 静谧的 带着一点冰淇淋的甜花 如他身上微甜的气息 与深于黑暗中 身在漂泊中的我 是唯一的异色 许多秘密 许多危险 还在前方等着我们 听说 爱情是块五味高 甜 只是他的胃影子 吃下去 酸 辣 苦 都会尝到 能坚持吃到最后的人 还会尝到点回甘 不过对于我 也只是听说 最后 冷静的废点 要对刘先生说 要是我放桌子上了 祝我们 还记得最初的样子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